大家好,今天是家里有矿的橘子 我点的是鲍鱼还有鹅掌的一个捞饭 哇,天呐 我真的是裹酒件 它里面是一个那个,你看 老板把锅也给我了 因为他在广告上也完全没有说他会把锅拿过来 突然这么一下觉得花了80多块钱的一餐饭 也还可以吧 虽然是 哇,嘴香 这秋葵 颜值好高啊,这个是什么 米饭 我好想这包装,这超可爱 就是你的餐已经吃多了对吧 对 你对我们家的餐味道还满意吗 我还没有用餐 还没有吃呢对吧 好的,那你如果被口味还满意的话,你就帮我们给个好评 如果你下次再点的话,就费归一下,我再去送你啊 蔬菜啊,这个冰盒就费啊,香花的东西,好吧 行,好的 好的,好的 谢谢,拜拜 拜拜 哇,上次还特意打电话过来了 我感觉我这个味道的话,我感觉我会给好评 我应该也点过这么贵的 这餐是花了80多块钱吧 然后加了一份蔬菜 一共加配送费差不多零零总总合起来是100块钱 砂锅就直接送过来 这一点我还挺惊讶的 我点的时候都没注意这个 然后我拿到外卖我说,哎,怎么这么种啊 我好喜欢种啊 好好喝 很鲜,味道特别特别鲜 但是味道尝上去又特别的 就很复杂 然后有酱香的味道,然后 就感觉这份汤是用心有认真在做的 它是一家 好了,这个声音终于走了 我觉得这个汤肯定就是这碗那什么的精华 我点的是捞饭 所以李莹应该是这个饭放到汤里面的 我先尝一下这个饭的味道 倒进去吧 超干净 你看这种,明明感觉这个汤马上溢出去了 但就因为这种是厚厚的汤 所以它是不会溢出去了 我先吃一口吧 好吃 让我们开始用菜吧 我其实这个人挺爱吃秋葵的 当然不是说因为秋葵壮痒 因为秋葵吸油脂 就多吃秋葵的话 就能把胃里面的那些油脂吸收掉 来个这份饭里面最贵的东西吧 鲍鱼 它这鲍鱼处理的还是挺好的 鲍鱼汁其实对身体也挺好的 因为它里面蛋白质含量特别的多 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能和鱼肉这些 什么肝脏啊什么一块吃 我觉得这鲍鱼长有点 碍事我把它给吃掉 哇 酒鸡蛋 我来看看 你现在钱再来咨が一口 Independquel菜 一整厨 そして皇后 尽力 这鹅长没有特别的入味 我们下来炒熟的油 倒入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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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猪蹄好吃 我现在觉得这八十块钱稍微有一点点贵哈 而且他们家买一百二才减十块钱 所以相当于这份饭就没有埋解 但好歹人家这个汁 这个汤汁是鲍鱼汤吗 你们喜欢吃海鲜吗 我本人的话不是特别爱吃海鲜 这相对于海鲜我可能更喜欢吃肉啊什么的 不过也得看是什么 对 这抽果也很好吃 它底下放酱油什么的吧 这里面的料吃的都是精华 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没有我之前吃的那个烫饭好吃 鲍鱼 鲍鱼 这是第二个 嗯 鲍鱼 我感觉我下次不能这个时间点录 我外面好多声音啊 我要吃秋葵了 大家觉得我这家店能给好评吗 因为他刚刚不是打电话过来了吗 对啊 你们喜欢吃秋葵吗 有没有吃不惯秋葵的小宝贝 看得到吗 底下酱有好多好多 还有一点点 吃完之后这个碗我要留下来 黏黏的 你看我刚刚那是什么 刚刚手里握着纸巾 就粘到手上去了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要去洗手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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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